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在台湾被称为言论自由殉道者的郑南荣 于1989年4月7号,因为抗拒警方逮捕 在自己的杂志社自焚身亡 消息撼动国内外,尤其对当年的台湾选举造成绝对的影响 郑南荣敢爱敢恨 年轻时勇敢追求叶菊兰,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狂热之恋 后来为了经营党外杂志,更不惜换过18次的名称 在刚解研的年代,郑南荣什么样的台独主张和出版行动 会被冠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呢? 身为万舍第二代,郑南荣又为何会有这样的自由思想和主张呢? 在郑南荣逝世数十年之后,台湾演艺节目 争得郑南荣家属以及基金会的同意 会整郑南荣一生的经历,包括她的生与长,情与爱,思想与奋斗 让我们一起认识郑南荣的故事 我们一起认识郑南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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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爆发的这一年 郑南荣诞生于台北市 父亲郑穆森是日剧时代 从中国移民来的福州人 母亲谢慧称是台湾基隆人 因为这一段跨越省级的婚姻 让郑南荣的双亲 差点在228事件 省级情节冲突的过程当中 遭到波及 当时很紧张 那当他住在汉口街的时候 台北市的邻居 很多人知道他们是 一件普天人 有些人会说他们是外省人 但是邻居都认定 他们一定不是住家 他们就是台湾人 所以他们家 就是我的遗嘱父家 并没有受到烧难 因为邻居的保护 躲过228风暴 局势稳定后 郑穆森带着妻儿 移居宜兰 凭借着夫妻俩的好手艺 在中心职场开设 李荣美法院 职场里面的主要干部 都是当时大陆撤退以后 来了外省的管理人 当然又一部分是当公民 其中有一些就是 是福州人 那我父亲呢 因为跟福州人这些 同向的关系 就有把他引进 东兴职场的福利社 然后他就在福利社做理法店 然后同时开了烫法店 这一条放在那里 好 这条要较热 外面有三个烤烤 然后来到那里 就在压烤 那是收了就好了 那孩子有 不得 有多大多多 还得到哪里 还得到哪里 尽管厂内的李荣价格 不比外头店面高 但职场提供稳定的客员 免费的宿舍 让郑家的生活不予匮乏 郑南荣三个弟弟 国飞 赵姬 清华 也陆续来报道 孩子们就在职场里 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早期的那个中心职场 那个福利社 就相当不错的环境 大概在方圆300公尺内 你可以走到 往球场 篮球场 游泳池 然后还有一个 他要存放木材的水池 你就可以在那边钓 那个环境真的相当好 四个兄弟要配对 那就起码打仗 我的记忆当中是 大部分大哥在的时候 就是好玩的时候 就这样 不只是孩子王 郑南荣学校的成绩 也从不让父母担心 每天进进出出 理法部的职场干部员工们 都很羡慕郑南荣的父母 教出一个这么会念书的小孩 经常听到大哥 在学校的一些老师 或者是甚至邻居 对他褒奖的 因为他 他好像很轻松就可以拿第一名 然后呢 当时在 当时的小学 他们要学所谓的地方自治 学校就当作一个县 然后会选县长 乡镇长这样 那我大哥就是县长 1960年 郑南荣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第一志愿宜兰初中 三年后考高中 他决心到台北寻求更高难度的挑战 他同时考上了建国中学 跟台北工专 为了那一次 我爸爸本来是说 你就台北工专 五年就毕业 那我大哥就说 他要读建宗 升学的路上 郑南荣一直有着强烈的主见 不过因为他的父亲为人作保 家中经济受到牵连 郑南荣考大学填志愿 也不得不放弃他 一向喜爱的文科 选择毕业之后 出路较广的工程科系 我大哥当然他 就是说他需要训练工程 在那个年代 因为他是大二次 他也知道说 因为我父亲的这个经济 整个经济条件已经很糟糕了 他认为他需要 用某种方式 或者是机会某种条件 能够赚钱 来协助爸爸妈妈 让弟弟们继续受教育 大一还没读完 郑南荣就发现自己的志趣 真的不在工程 于是办理修学 重新投入大学联考 第二年考上福大哲学系 9月剩下柴名的辅大校园 因为大一新生报告 更加生气蓬勃 新生训练的第一天 郑南荣就忙着寻找一名叫 叶菊兰的同班同学 成大的那个同学的哥哥 知道我考上福大 那也知道他的同学 因为郑南荣是从成大转学过来 所以他就拖他带了封信给我 那从此我就发现这个人很特别 郑南荣原本是来当信差的 没想到一见到这位清秀的苗栗女孩 就深深被他吸引 顾不得朋友道义 郑南荣对叶菊兰展开浪漫追求 每天就给我送一封 那个小小的一楼信 然后附一朵花放在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那种 小小的那个置物箱 每天就这样放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个男生好特别 当然可以去看电影 他所有的看电影 我们都在西门店看电影 逛逛街 然后逛街的时候 我是农家人 他也那么浪漫的 然后路过路电 花电的时候 他就买电影一朵花给你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 校园里头就算谈恋爱 情侣们也不敢公开手牵手 没想到交往不到三个月 学校的布告栏上 竟然出现大胆的爱情告白 我跟叶菊兰情投意合 我们已经订婚了 那时候我才能生他多久而已 这种人实在很嚣张 他等一下跟我讲 我就先把他撕掉 他就说 我如果不这样的话 你身边还会有很多苍蝇 断了我其他的路 成功逼退叶菊兰身旁的追求者后 郑南荣的感情路同样勇敢有为 就是我们认识不到三个月 他爸爸就来找我 为什么 他爸爸说 你可不可以劝他回成大去念 我吓一跳 我说 他爸爸才来找我吓死了 后来他爸爸才跟我讲说 他跟我认识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就是先进训练回去 他就跟他妈妈 整夜都在讲这个女生 我不知道在讲什么 他就是让他爸爸妈妈知道 说这个女生好像 让他有强烈强烈强烈的喜欢 不只郑家梁老对叶菊兰的名字 如雷贯耳 三个弟弟也奉大哥之命 来到辅大校园报道 就把兄弟一个一个召过去 到新庄去 就是认识他的女朋友 我那时候才念初中一年级 还是二年级 也要过去 也要过去 他就要我从 这个伊朗到台北 到新庄 我们相处了一天 他的用意就是说 他希望弟弟认识 他身边的这个女朋友 升上大二那一年 郑南荣转学考上台大哲学系 易菊兰也顺利转到法律系 两人不当班队 但感情依旧 没想到最大的阻碍 竟是来自叶吉兰的父亲叶木忠 我爸爸的那个理想中的女儿的男朋友 好像不应该是外 好像听说是外神的 又是读哲学的 然后他没有看到我爸爸就先入为主 因为我爸爸本来就有深入为主的 理想中的想象中的 女儿的男朋友的形象 应该是在苗栗的 应该是客家的 所以我爸爸从头是 没有正合的支持 就是知道女儿交了郑南荣这个男朋友 叶木忠在叶吉兰一毕业后 软硬兼施的将她带回苗栗教书 当时在台中当兵的郑南荣 为了见叶吉兰一面 不惜亲上火线来到叶家 我是来找你女儿的 我爸更气你啊 他就是那种 更接着不受尊重 对 他就用上把把他赶出去 他就说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你女儿的 赶得了郑南荣的人 却挡不了郑南荣的情书公式 他写信给我都被我爸爸拦截 那后来他就 托我的同学转信 就用我同学 那信封就用我同学的信封 里面的信是我的 给我的信 又被我爸爸发现 弄到没办法 你知道那个厨家 他常常晚上用什么方式 把电报 电报来的时候都是从 铜锣乡的电信 然后转 转到乡下回到 回到我们那个中平村的乡下的时候 通常晚上都十点多了 然后电报来 我爸爸起来说都是要给我的电报 更气 每次都用电报 因为电报我就一定收得到 你知道 气得不行 为了房独女儿和赞南荣相会 夜幕中布下天罗地网 直至百密 还是有一书 两人不仅见了面 还在1972年2月偷偷结了婚 我们同学要去交友啊 其实交友就交友到台北的地方法院去公正区了 完了以后就跑 然后各自回家 然后太弱无事 那那那那我年代 就是一般男生早就笑跑了 因为我爸爸的坚决 那种客家人的固执 你知道那种固执起来 整年度的斗争 客家人 我爸爸很固执 我也很固执 然后这两人我也很固执 所以到最后就是我爸爸输了 年轻人爱得坚决 父母终究只能放手 历经整整一年的家庭革命 叶菊兰才搬到台北 和郑南荣共组家庭 走进婚姻 叶菊兰并没有像传统妇女一样 被套上家庭主妇的枷锁 反倒在职场上开启一片天 应征投入的时候 那个 那个港湾公司就写说 要有那个限男性啊 要有挑战性高啊 我就写了一个应征信 给那个东海的老板叫徐达光 我是女生 可是 那个 你如果 看到我 你就会发现 我可以挑战任何事情 好像就是 你如果不找我interview 你会后悔 突破性别障碍 叶菊兰考进联广前身的东海广告 短短几年内从A1晋升到处长 但相对的 才华洋溢的郑南荣 踏进社会的创业路 却显得跌跌撞撞 他在工作不顺利的 他其实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 他在早期他就去 跟朋友一起合作 做进口那个叫做 瑞可乐 瑞斯进口的侯堂 他民国六十几年 然后他很早就去做那种 所谓的 像现在的那种书卡 那种贺卡 就是好像 Honemouth这样子的贺卡 在台湾 然后做了一个连锁的 在很多的书城 商城 甚至这么更早的时候 他去卖什么 太阳囊的热水器 尝试了很多的东西 没有一样成功的 总是比别人想得更早 更多 甚至更远的郑南荣 在商场上 并没有占到优势 屡错屡败之后 郑南荣放弃从商这条路 1981年 开始为党外杂志写文章 这个决定 改变郑南荣的一生 也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 年轻的郑南荣和叶举兰相恋 终于开花结果 但是在事业路途上 郑南荣却不如叶举兰 在广告业界的稳定顺遂 创业之路不断挫败 1981年 郑南荣转为自由作家 为党外杂志写稿 1984年 他创办自由时代杂志 强力地批评时政 获得广大的民间回响 接着郑南荣以杂志社为基地 接连走上街头 发起要求民主改革的活动 成为党外阵营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后郑南荣的言论 更加挑战当局禁忌 不仅公开主张台湾独立 还在杂志社刊登当时台独联盟主席 许世凯所写的台湾新宪法草案 导致1989年被以叛乱罪嫌传唤出庭 以种下郑南荣最后萤火自焚的导火线 不仅公开主张台湾独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杂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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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文字幕志愿者 杂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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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愿者开主张 Pode Att servis 歌声并不出色 但郑南荣总是喜欢哼着这首舞女 他说歌词就像是台湾命运的写照 梅丽岛事件以及林宅血案发生后 1981年 34岁的郑南荣开始以自由国家身份 为党外杂志写文章 更加深层思考台湾的前途 但当时党外杂志一出版旧背景 始终无法突破被封锁的命运 1984年3月12号 郑南荣决定创办自由时代杂志 挑战所有竞技 他在1984年创办的自由时代杂志 他就申请了18个杂志 也就是找了18个 要了18张的大学业证书 申请了18个发行 一个奥索再来一个 然后他就继续不断地要 跟他的朋友 所以他身边的神尾都在那边搜刮了 18个发行人和18个大同小异的杂志名称 轮番上阵 时代杂志一直到1989年底停刊前 历史五年八个月 从未中断 当时郑南荣的这些杂志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开始把过去的 不能讲的历史掀开来了 去碰触了认为比较敏感的 特别是蒋家的历史 包括蒋介石的过去 或者是蒋经国的健康都开始去谈它 这些过去都是禁忌啊 所以国民党很头痛 不管是蒋家的权力斗争 或是江南案的抽丝剥茧 最是禁忌的话题 最能跃上时代的封面 因为这正是郑南荣 在每一期杂志封底所宣示的 要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然而文章写的辛辣 不足以撼动政局 行动派的郑南荣 决定将杂志社当基地 投入民主改革运动 1986年解研前的一年 郑南荣在台北龙山寺 发起519绿色行动 要求政府解除戒严 亚洲的民主浪潮兴起 那郑南荣希望有一种运动 来冲破戒严 二月的时候 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郑南开始透过那个杂志 每一期每一期都打广告 都开始人家都笑 谁愿意出来 谁愿意为你绑绿世代 谁愿意为你来那一天的 5点19分做什么事情 没有人愿意 所以郑南就是不管 你怎么笑的都没关系 他就是一波一波打 哎呀是气质到整个团 519当天 几乎所有党外重量级人士都来了 在上千镇报警察团团包围下 党外人士和群众在龙山寺聚集静坐 长达12个小时的僵持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Time Newsweek第一次大篇幅报导台湾党外人士的诉求 让执政当局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 筹办519的郑南荣开始被日夜叮烧 6月2号519办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郑南荣就以杂志内容违反选霸法 被关进监牢 就在这个地方警察就来说 你的皮包都掉了 你到检察局来看一下 就把他扣下去了 他骗去了 骗到那个派出所啊 所以你的皮包掉了 你过来看一下 去了就把他直接带到 带到土城看守所去 然后说他有逃亡之一 因为他违反选报法 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因为 他犯了那个519解除戒严 直到1987年1月24号 郑南荣才终于结束 237天敦苦劳的日子 正当夜局兰和杂志社员工 开开心心迎接郑南荣出狱 郑南荣的欣喜却没有维持多久 连一诚只想到一件事 他因为被关他的那个 牢号码叫2280啊 所以他出来就是228的40周年啊 所以他就出来当天 他就叫他的同事说 要弄228的平反运动 那一直到了1987年 228还是一个不能够公开 进行要求平反冤屈 要求公布真相 那郑南荣提出来说 这一天就应该当作 台湾的一个和平日 我们让我们用一个和平的心情 来米平过去的伤痛 来还历史一个真相 所以他说40周年 就在1987年24号 他开始推断这个运动 郑南荣找来长期关心人权的 陈永昕医师李慎雄律师 一同在全台各地游行演讲 祭拜王魂 并要求政府公布228真相 抚平历史伤口 今天我们来说 台湾国事长在当前所发生的 比叛的感情 我用一个外省人的身份 我是主席我叫外省籍的台湾人 来跟我们国民本省籍的台湾人 当地来说 41年前我们的比叛的事情 郑南荣他是一个外省子弟 他也觉得说 外省人大部分也是无辜的 承担了这么多的原罪 他觉得也不应该 省级的这种不能和谐 或者说不能互相信任 就是因为这个228的公道是非 一直没有澄清 那很多加害者 他不愿意承出来承认错误的话 那就让这个原罪 被所有的外省人承担 不管是解言 还是平反228 越是禁忌的话题 郑南荣越是要挑战 郑南荣的前进大胆 还一度引来党外人士的猜忌 来到以前他 这个讲话很激进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怀疑 这个家伙怎么敢讲 这么激进的话 这个会不会是 廖北亚 故意要引蛇出动 我叫做第一名 我注定台湾独立 1987年4月16号 郑南荣在台北精华国中演讲 在要求解言的主张之外 进一步公开宣示主张台湾独立 群众报以热烈掌声 但光是说还不够 郑南荣要让民众知道 党外人士喊台湾独立 不光是一句口号 还有实际的建国蓝图 1988年12月10号 《时代》杂志就登出 台独联盟主席许世凯所写的 台湾新宪宪法草案 我也有跟他说 我说你才有什么要党 他说没问题 如果在民主法 一个母庭都说出来 我都比较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说得很清楚 台湾应该独立还是台湾独立 那算是一个金气 他说你如果不这样一直拚下去 就像说有特别在原地他不良 这一灯再次挑战当时的司法 1989年1月21号 郑南荣收到高检处的传票 以涉嫌叛乱为由 要郑南荣出庭应讯 他那时候 就跟早智智的同仁讲 他如果要抓我的话 就说over my dad's body 他拒绝被具体 他凝死 他不要不自由 他不要 他有讲 他说 哪有现在还有登一篇文章 说是叛乱的 你说我 回谤啊 或什么其他的犯罪抓我 可是我只是登一篇文章 你对我一个知识分子这样做 对我是人最大的侮辱 就over my dad's body 我绝对不会妥协 对对对 你要抓我 你就抓得到我的尸体 看到我的尸体 对对对 1月27号 郑南荣宣布 他将在杂志社自求 要对涉嫌叛乱的指控 行使抵抗权 因此宣扬 要他上法庭 司法单位只能上杂志社抓人 而且他将敌死不从 他就告诉我从明天开始 我不回家睡觉了 我要住在杂志社里头 我要让他们没有借口 来抓我 说我有逃亡的嫌疑 买了一张行军床 郑南荣就睡在杂志社 办公室内内外外 也做起了防御工事 我们防御工事 说房子吹烈瓦斯 可以打进来 吹烈烟尾 可以打进来 所以就是去买的那个 类似鸡蚂子 那个蚂子 要把我们家的蚂子 再用 鸡蚂子的鸡蚂子 拔拔拔拔拔拔 那个蚂子 因为大股蚂子 又是小蚂子 那是第一道 第二道就是 他的十几岁 还在去加装铁门 他的十几岁的老腿 也加装铁门 因为说要进去十几岁 那个门又改一个铁门 如果老腿 因为没有英文人的通道 我还给他做我的铁门 让他没办到一个要抓 所以当然那也是防御 再来就是说 我们去买牧群 牧群 准备刚刚营养先来 你要给他抵挡一下 杂志社变成灭不透风的堡垒 大批志工轮流驻守 既要防止司法单位上门逮人 更要预防郑南荣兑现那一句 over my dead body 自我毁灭的诺言 有一天来看 这几岁的爹 不知道在洗什么 还在脑袋 我那时候 你是怎么了 他说年龙来 那个汽油要用祝福 哇什么 他说这样这样 他就加工你 哇怎么海德料 我依然卖了就装起 然后进去祝福那间 对 就这个 很专用的 青春船 这样一当折叠事也不用整整 他就请进来来什么 我说来咯 我听 那个居然说 你要这样这样 你不要做傻事 台湾需要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说你不知道 我如果想 还出一百个真男人 他坐着之下就是 汽油一桶 导火机一个 就贴在那里 每个来看他的人都看得到 就是贴在那里 那你把他拿掉 就好人家去买 就有人笨笨的 就会去帮他买 我就很气 我其实有点活大 那很多人来 只是以为是恐吓的 以为是说他讲的空口 说contribal即将讲 我还知道我的先生 我当然了解 深知郑南荣的个性 叶菊兰想劝也不敢劝 只能暗自多打两把 总编辑办公室钥匙 交给杂志社同仁 不断嘱咐大家 一旦远景上门抓人 不要让郑南荣真的关在房里 引火自焚 另一方面 他也在瞒着郑南荣的情况下 求助陈永新医师 所有的追求解放的运动 都是抛头颅傻乐学 没有抛头颅傻乐学 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呢 我没有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只是跟他谈 让他了解太太的想法 或者朋友的想法 但是我个人 我自己我实在讲 我也没有办法说 你不要这样做 那我只是看他能不能多想 他也没有可能自己去改变 亲友轮番上门来 劝都没用 郑南荣还从书架上拿了一本 叙述1970年代的韩国学生运动史 要大家看 他曾经跟我讲说 台湾人真的怕死 他说 这个 不应该让人家觉得 台湾人就是贪生怕死之类的 台湾应该有 就像韩国学生运动这样子 就是你要让人家知道就是 台湾人是不怕死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 情职人员一直按兵不动 郑南荣也没离开过杂志社半部 甚至1989年的农历春节 郑南荣还是没打算回家 弟弟们只好把爸妈接到杂志社 和郑南荣一起围炉过年 那一年 这个农历过年 那就围炉嘛 围炉接到我上个电话说 那这次围炉你要带相机 跟脚架一起来 蛤 为什么 说要照相 我就把相机跟脚架带着去 就拍了钱家 在杂志社里拍钱家 全家是为了他不出来 我们就到杂志社去围炉 不能回家的团圆饭 郑家人尽管吃了有些五味杂成 但总算全家还能聚在一起 这张全家福照片 也成了郑南荣和家人 最后的一次流影 郑南荣认为就算是台独主张 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政府的逮捕行动 他决心抵抗 因此宣布在杂志社自求 而且宣称 只要远景上门抓人 就只能over my dead body 宁死不从 在他长达71天的自求 果真连农历年节都不回家 还在桌下准备的大桶汽油 让亲友们陷入提心吊胆的煎熬 但一切在1989年4月7号 终于引爆开来 清晨警方展开攻坚行动的时候 郑南荣不愿就怠 转身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点燃汽油 引火自焚 一向坚持不妥协的郑南荣 为了捍卫他的民主价值 以身殉道 郑南荣不愿就在台湾 东西 郑南荣自求的第71天 1989年4月7号 位在台北市民权东路的 时代杂志社 除了郑南荣一家三口 还有四名员工 五名志工 因熬夜流宿 但一早叶菊兰上班不久 气氛就有些不寻常 那天早上我比平常少来上班 我走到这个五百五十项口的时候 我远远的就看到了 那个 好像有两部车子黑色的 那我心里想 会不会是警车要来抓乃隆的 所以我就加速脚步 用跑的 让距离收缓一点 近一点 一看 没有错 是中山分析的车子来了 所以我就立即 按那个队长 按电 正好是乃隆街的 所以我就跟他说 乃隆我却还有两部警车 可能是来抓乃隆的 秋美园通报之后 三部并两部冲上杂志社 没多久 杂志社电话开始不断响起 九点 准九点 电话打进来订杂志 第一通电话是零费我接的 第二通电话 我接的 也是要订长期杂志 第三通电话 正好能接的 第三通正好能接的 我就跟他说了 我不是 来啊 往常不会这么早 就打来的订阅电话 一通接着一通来 过于异常 有志工坐不住 直接冲下楼 探虚实 冲上三楼后 发现楼梯间 已经被杂志社 加装一道铁门 无法进入 远景于是拿出蚁绝 将门切开 这时郑南荣赶紧叫醒 还在杂志社的 四位员工和四名志工 以及他的女儿郑竹梅 一阵混乱之际 有志工先一步 冲到楼梯间 泼洒汽油 想要阻止警方的破门行动 但警方未被嚇阻 切割铁门喷发的火花 立刻引燃楼梯间大火 啊糟糕 前面起火了 没有办法逃出去了 那后来 郑南荣跟其他的党工 还包括林慧如啊 造极他们 拿着棉被啊 什么水桶那些 就准备再復活的行动了 杂志社里的人拼命灭火 不过火势实在来得 又快又猛 根本无法控制 这时有人突然大喊 郑南荣不见了 诶 南荣呢 突然疑问 结果华立即就警觉到 诶 南荣不见了 大哥听说那个 转后身一看 就看到他那个门风的火 就是从门风里 就可以看到那燃烧的火了 郑南荣的三弟郑兆基 拿出叶菊兰交代的备份钥匙 打开总编辑办公室 只看到郑南荣全身上下 已经陷入熊熊的烈焰当中 大哥房间的火已经烧起来 然后就已经一切都太慢了 结果没想到 他在里面房子已经烧起来 警方攻坚的消息迅速传开 不久临近的反对阵营人士 包括刘修依 严谨 田梦署立刻赶到杂志社关切 正在联广上班的叶菊兰 接到婆婆通知着火了 九点多赶回来 看到的丈夫只剩下 被烧得浇灰的驱停 叶菊兰泪水勃矿而出 我接到电话九点 九点十五分左右 然后说把这次的起火 当我听到这次的起火 就知道我先生 那一刻我就知道 我先生走了 我立即离开 然后回家换布鞋 我准备要来帮他帮 我要跟国民党 我看到任何人 我就想会帮他帮下去 这样好 秀赞的 mainly 遮瑟 我疼 我覺得他對我很殘忍 煮麵很殘忍 他就是挺的手勢握起來 那樣的肢體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的意志有多強 他就沒這樣犧牲 他如果不怕就會放人 他說話很親 他告訴我爸爸 你不要煩惱 你不要煩惱 你有四個兒子 這個意思是你聽 四個天我出一顆這樣 我真正辣 這個意思是他沒有犧牲 你要三個 我認命 我自己是 他這樣過生氣 我是真不敢 這樣而已 鄭南榮的死 留給家人追心刺痛 親人最疼惜的 莫過於九歲 就失去爸爸的鄭竹梅 想念父親的時候 竹梅不哭也不鬧 總是靜靜坐在一旁 把思念寫成一張張的小卡片 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榮已身殉道 消息傳出正經全台 各地都有民眾為他設置 檢疫靈堂工人祭拜 南榮夫人 以及 親愛的父母 聽到今晚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三角 住在這裡 十四個天 南榮新生的集團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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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的519 鄭南榮告別禮拜這一天 有上萬名群眾 來到位於士林沸河道的靈堂 陪鄭南榮走完他人生的 最後一程 連海外異議人士陳婉珍 也突破黑名單封鎖意外現身 親自向鄭南榮致哀 各位 近年應該是這個戰場 不是死的街頭 教室應該是 教室跟工台 我們大兄 做一個新聞的工廠車 東東 用月會做安寮 用月肉做素材 在起床 火燈 修出 這個不需要的 國民的靈界 他使得起床 他做一個中平節 使在於中平節的辦公室 一點點就沒有建設 我們家族 是台灣四百年來 最影響的一個家族 鄭家人既光榮 又痛心的送別鄭南榮 宜林的隊伍 往總統府的方向緩緩前進 到了府前廣場 一路跟著隊伍走的 黨外志工詹一華 突然在自己身上 潑灑汽油 點火自焚 灑水車的水柱 管不回詹一華 要追隨鄭南榮的決心 鄭南榮用生命的火種 讓爭取民主人士 情緒沸騰極致 那個嚇口很大 我覺得說 人家為了這樣 生命就犧牲了 那我們 連回家都回不了 那還要說什麼 對英國民黨 所以就一定要回來 鄭南榮自焚自淺 我的文章 儘管台灣獨立的思考出來了 可是 我都很小心寫 用字潛詞都很小心 可是鄭南榮死亡之後呢 我的人都變了 我受他很大的影響 他是一個行動思想家 就是他有他的思想 他用行動表示 大家想不敢講 他就把他講出來了 或者大家覺得 想要做什麼不敢做 他就把他做 鄭南榮的妻子葉覺蘭 從此放下廣告公司的大好前途 決定棄商重振 加入民進黨 投入1989年年底 北市立委選舉 完成鄭南榮的一致 不甘願 那是很簡單 你們叫我說逼死我先生 死了一個敵人 沒有力量 我要讓你們國民黨知道 我要讓你們知道 鄭南榮死了 有一個人 會 跟他一樣 也會讓你很難過的 而不要讓我的先生白死 我要讓國民黨知道 死了一個鄭南榮 來了一個義絕 鄭南榮的太太參選了 以他的遺孫的身份參選 同時呢 民進黨裡面有三十幾個人 組合了一個叫做 新國家連線 明確的提出 我們要建立東方瑞士國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國民黨很緊張啊 然後就怎麼樣 揚言要怎麼樣 要依法處理 就是這一套 但是呢 這個新國家連線 兩二十個當選 選票大概一百三十幾萬 那在當時來講 這個名氣都出來了 包括葉菊蘭在內的 三十二位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呼應鄭南榮過去的主張 組成新國家連線 全台串聯 結果一舉囊括 一百三十多萬張選票 二十席立委 帶著選民的期待 和鼓舞 以及鄭南榮未完成的置業 葉菊蘭前進立法院 他總是一席黑色套裝 強勢挑戰當時的強人隔魁 郝伯村 一九九一年 葉菊蘭揭發 郝伯村在總統府內 召開軍事會議 引發外界對軍人干政的 強烈批判 一九九二年 葉菊蘭強勢質詢 中山高十八標功成弊案 更意外掀起 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鬥爭 的確一開始他是 以鄭南榮遺霜 這樣的一個身份出現 可是在問政的表現上面 勢必他不可能一直去 只是以一個奈隆獸 這樣的一個身份 那他必須不斷地自我再生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他的第一任任期裡面 他是第一個在國會裡面 去挑戰大將軍 然後在立法院的殿堂裡面 諮詢台灣獨立 那他打起特權 那麼很多的弊案的揭發 所以我種子群的時候 每次都是非常的穩定純著 那個有那種氣勢 我的聲音不大 可是我的氣勢很強這樣 對我來講 國民黨是要給我推翻的對象 對我來講 你沒有下台 我是不甘心的 你沒有下台 我先生是這個白死的這樣 然後你沒有下台 台灣的罪惡不會停止 四屆立委任期 葉菊蘭樹立揭蔽清廉的問政風格 2000年民進黨執政 葉菊蘭立刻被嚴覽入閣 擔任第一位女性的交通部長 此後葉菊蘭不管是轉任 課委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 高雄市代理市長總統府秘書長 都是民進黨八年執政 政府團隊不可或缺的戰將 如果我有一路走偏 人家看的是鄭蘭榮的太太 就整個走偏了 我稍微有一點做得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白死的 會讓她蒙羞 背負著鄭蘭榮遺霜的身份 扛著台獨教母的稱號 從政這條路 葉菊蘭一個人走得沉重 走得艱辛 即使因為操勞過度 健康亮紅燈 她也得暗自苦撐 她曾經得到C肝 然後兼自體免疫 類風飾性關節炎 她嚴重到關節變形 必須吃類固醇 然後她那個C肝 必須隔天去打 幾乎是像化療一樣 她這樣沉了整整一年 很多男人都是沒有辦法挺過 治療C肝的那種痛苦 葉菊蘭最大的安慰 就是看到相依為命的女兒 鄭竹梅一天天長大 一天天懂事 以前就是會留字條跟她說 晚安 我辛苦了 就會希望她不要這麼辛苦 我覺得她是一個滿認真的人 那個總是在爸爸臨前 安靜畫畫 寫詩 抒發心情的 小女生長大了 童年不平凡的際遇 讓她有著比童年齡女孩 多一些的沉穩與內斂 就像談起父親的自焚 鄭竹梅也總能抽離情緒 理性談論 當然對於家人 或對於妻子或兄弟朋友來說 是殘忍也好 或者是覺得太決裂了 可是對於社會上來說 她不是鼓勵人要去犧牲性命 而是她是讓人知道說 有人為了一些更高的一些東西 她可以去捨棄一些別的 像甚至是生命 生命的價值無法衡量 自焚的決定留待歷史評價 確定的是為了自己信仰的民主自由而死 鄭南榮死而無害 鄭南榮的自焚震驚國內外 尤其是對剛剛擺脫戒嚴時期的台灣 她的犧牲成為改革開放的觸媒 掀起波濤洶湧的黨外運動 鄭南榮的犧牲不僅是當時社會的驚嘆號 更是民主運動史上的深層助激 我是胡婉玲 這集台灣演藝播映到這裡 謝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 謝謝妳 謝謝對方 謝謝 帶她來的 謝謝 我們 Rather